如 bump 爵?我寶寶 快準備上來了 我本身都有養狗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只不過 還有一個動蠻犬的進入 有一個使命 這個使命就是幫助一些視像的人士 這次是我第一次跟動脈拍戲 我真的參與了動脈圈訓練員的訓練之後 預先跟會出鏡的狗隻接觸 變成真正拍戲的時候 對我不會陌生 拍狗真是太難了 能夠訓練 但是到現場的時候 它因應環境 它有時候真的做不到 但是有時候可能是加了分 有時候是比你想像中更好 過程感受很多 像你那樣 上次拍了48剪就是你 有時候叫你望東你就望西 有時候叫你走你就不走 有時候叫你不走你就走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跟她 產生一個很濃厚的感情 令到她就等於我 我就等於她 華國和小Q之間的感情 亦發揮得很感人 對我們後背來說 是一個很好學習的機會 會因為她的演繹非常出色 完美 因為我覺得狗仔 是不會理會那個人富貴榮華的 只要你是我的主流 我一輩子就跟著你 我看到狗仔的靈性 就是她們真的很偉大 狗是認定你是唯一的主人 其實她付出的愛和忠誠是她一生 狗狗對人類的忠誠度和愛是無止境的 應該是家人 一生陪伴著你的家人 這個文章是我上眼 我的心靈其實是QQ去看的實際 這個文章是在大方中 那你能否給你 你坐在一起 這次的文章是 你很喜歡你 那就是在大方中 你喜歡我 有一點點 你會不會